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一江湖的安迪 风流浪子的王杰 处事不羁的黄秋生 十年前你们帅气的不成样子 王杰出狱后找女儿那一段 我简直看得心都伤了 心心才那么一丁点大的孩子 却成了这一切的受害者 被铁链锁住像一条疯狗 害死命的咬他爸爸的脖子 以及之后在饭馆那一段 是整部片子里亲情戏的高潮 我真的很伤心 为什么导演要好不容易才相聚的妇女 在影片的最后又再一次增开 难道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残酷吗 走了一条路就真的不能够再回头了吗 而安迪与吴倩怜的结局又是多么让人揪心 悲情始终在这部电影里占据了太多 每个人都是悲情英雄 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无奈要面对 这部无疑是香港这么多年以来最经典的电影 现今拍摄的片子大都太过局限 希望留下什么闪光点 殊不知 一部电影最闪光的应该是它自然原始的流露 对我个人而言 最大的惊奇则是王杰的表演 令我想不到的是 十多年前它是那样风度翩翩 而今 我却不知从何处寻找它的影子 更多精彩影视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